但是我一直在想 现代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现代社会 就是焦虑 焦虑 心理上压力大 有些事情怎么也排解不开 特别不论男生还是女生 到了一个岁数以后 会产生一种很失落 觉得心里很不舒畅 好像一辈子都快差不多了 也没做成什么 特别生活中有些矛盾等等 就总觉得焦虑等等 那么我一下想到 我刚才讲的就是 我母亲去世以后 我那段时间 后来通过书法摆脱出来 而且呢 我又讲到这个严真卿 为什么要写记者文稿 所以综合这些下来以后呢 我觉得书法还有养心的功能 所以那次我和第一生我们说 哎呀 养生养心两件事同时提出来以后呢 一下豁然开朗 觉得啊 书法有这样一个功能 我们应该把它发扬广大 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得到的这些 包括我个人的这些经验和实力 怎么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参加进来 学习进来 能够呢 这个 通过书法 达到养生和养心的这样一个目标 那么 再进一步想呢 就觉得 中华文化里边 书法这样一个文化艺术 从书法史和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看的话 这一个宝贝的东西在这一方面没有得到开发 所以如果我们大家一起参加进来这件事的话呢 我们可以说几千年来第一次明确的提出来 书法这样一个功能 我们把它开发出来 所以我们也是一个带研究性质的项目 如果有幸参加进来的话 这是一个开创性的事业 它应该在康复医学或者在心理治疗上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我不是医学专家 但是我有这样一种直觉的感觉和这样一种判断 那么还有一个我要讲的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书法的这样一个功能 这样一个功能需要一整套的方法 不是拍脑袋就能做成的 所以我们需要实证性的研究 所以我和第一生讨论呢 他的医学团队呢可以就是通过我们系列书法过程中 定期的测量血压呀 一些生理指标呀 看看这个实际效果 因为我们直观的有一个印象 我讲这个直观的印象是这样 就是说拿钢笔写字和毛笔写字 它的机理功能完全不一样 我们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就是包括我本人接触过 这些年接触过的一些老先生 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确实是书法家 中国书法家协会 包括过去的谢云秘书长 启功先生这些 我都比较熟悉 他们就是书法家 都是比较长寿 都是长寿 另外呢就是 坚持拿毛笔写字的一些人 也是长寿 比如说老中医开房子拿毛笔写 好多中医都是比较长寿的 这是一些直观的印象 所以我一直在想 毛笔写字和硬笔写字 究竟在什么上不一样 这个今天不展开讲了 它肯定是不一样 因为用钢笔 圆柱笔写字是二维的 用毛笔写字是三维 为什么呢 你钢笔和毛笔 钢笔你离开纸 纸面上就没有痕迹了 和毛笔不一样 毛笔你在写字的时候 有提和按 就是垂直方向 还有一维呢 这个提和按 变化的就是线条的粗和细 线条的粗和细 疏和密和你的心理状态 情感和情绪完全是吻合的 所以这些都可以进行研究 还有一个呢 想说明的是这样的 我讲一下我在洛杉矶 开书法班和国际书院成立这个过程 这个在2017年的时候 我在这边做了一个项目 叫做海心血心经 直接和一些硅谷啊 和一些禅修的科技界人士合作呢 这个推广了一批心经 然后筹了不少的款项 所以他们用这些款呢 建成了北美禅修中心 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 有些有些这个 他们的这个席恋禅修的 这个一批人 这些这些人里边呢 有很多是年轻人 有好多是高科技 学历也很高 因为他在科技行业压力很大 所以他选择禅修 他们说也想写书法 后来说陶老师 能不能给我们辅导 我说可以 那么就 但是后来呢 他们提出一个问题说 我是说我有时间 给大家辅导就可以了 把它作为一个公益项目 后来有些朋友说 不能这样 这样的话哗啦一批人来了 过几天啪哗啦一批人跑光了 必须正式办学 说你看这个 只有收费办学 这个人才能够 把它当回事 所以就到了2017年 就提出这个问题以后 那我说好吧 那就收费办学 就注册了国际书院 那就正式办班 所以 这是一个纪念 所以我觉得 这可能符合市场规律 否则的话 就完全纯公益项目的话呢 就是大家各忙各的事呢 想起来来了 想不起来就跑了 一忙别的事就不在意了 以上我 结合我个人的经历 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这个养生养心的这个书法项目 是怎么创意和怎么产生的 而且现在是准备 所以以这样一种办班和学习的这种方式 比较完整的这个方法已经有了 就是看我们怎么能够把它做起来 取得经验 取得成果 推广开来 确实能让 已经传承了几千年的 中华书法的这样一个文化艺术 造福于我们当代人 造福于我们现在在 疫情啊 就业呀 生活呀 环境呀 各种压力之下的 现在生活中的人 我大体就介绍这些 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 谢谢 对 陶海星老师他刚才提到哈 我们其实就这个话题已经聊了好多次了 所以我听到海星老师说要办这个班的时候 提出他的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其实挺激动的 因为我做医生这么二十多年 一直也就在想就是 让人到真的生病的时候 其实你做很多事情 其实都是比较偏晚的 看怎么样能够在 就是从疾病预防的阶段 从提高人的免疫力的阶段 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才是更有意义的 然后呢 就是关于 书法养生养性 其实我很认同的就在哪里 因为现在科学依据已经验证了 就是通过艺术活动 是可以 当然这个都是西方的一些研究的数据 就通过艺术活动是可以 改善人的一些身体的一些健康状况的 包括像减少这个在癌症治疗的期间的一些副作用啊 包括减轻焦虑啊 减轻痛苦啊 稳定血压啊 包括像降低抑郁啊 都是已经有科学的研究证据来支撑的 但是对于我们中华的瑰宝书法这块 真正的怎么样能够达到养生养性 怎么样 因为我是一个做科研出身的人 虽然做医生 我们也做科研 做科研出身的人是 很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实实在在的数据 能够支撑 而不是说啊 我练了书法 我觉得我身体好了 我觉得我精神好了 我觉得我心情愉快了 但是怎么样有一个量化的一个数据来支撑 这样的一个一种现象 我觉得这个是挺打动我的地方 也所以我就 当海星老师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是觉得我如果能够参与在这个活动当中 是一件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我觉得对人的身心健康也好 对所谓有社会 就是主要的社会效益是特别特别好的 能够对大家的一个健康 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正向的一个作用 所以也是非常极力的在 跟大家来推这个海星老师的这个 书法养生养性的研修班 我一会把这个研修班的海报 再share出来一下 如果大家有愿意参加的 可以扫码进群来问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 当然如果你现在就有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打开Mine 跟我们海星老师直接的来咨询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更有效率的一个办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